明天上班日的最后一天 温度就会开始有逐渐的改变了 那整个春节年假从6号到14号这段期间 大致而言我们可以分成三种的天气形态 9号以前是受到寒流影响 特别是9号年初二的清晨以前 这段时间夜晚及清晨的温度是偏低的 那这段时间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 就是低温所带来的影响 但是也由于这波冷通气 它直接从大陆经过比较少的海面 就来到台湾附近地区 因此整个空气是非常干的 这段期间各地大多是晴天 一直到多云这样的天气 下雨的几率是不高的 第二个部分是在10号到12号这段时间 寒流逐渐减弱 这时候我们台湾会慢慢转成偏南风 所以各地的温度是回升的 但是也由于没有下雨来那么干燥 所以开始有一些局部地区 譬如说东半部地区就会有一些局部的占预 所以我们说东西是出品的 所以我们有一些局部地区的占颜